看別人手機這件事在台灣是違法的 是有妨礙電腦使用罪的問題 會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甚至病科罰金 但是有些時候 我們真的不看男人的手機 我們會 會繼續浪費我們寶貴的生命 是的 因為其實我有當事人 他常常發現就是 因為其實他都一直信任 他的男朋友另一半 所以我們也知道 如果沒有發生什麼事 我們當然不會去看別人手機 但是就是那麼一天 他就覺得說 奇怪那一陣子 為什麼那個訊息一直 一直震動得很快這樣子 就不知道怎麼回事 看你多厲害 他就是趁那個男朋友睡著了以後 才看了手機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那個男朋友是一直在約炮 而且是一排的約炮的名單這樣子 然後他 難怪一直想 對 就所以會一直想 然後那男朋友的相簿裡面 有非常多那種去外島釣魚 就是很健康外島釣魚的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也都散落在 那些女生的訊息欄裡面 為什麼 因為這個男生要約炮 然後交那麼多女朋友 一定很忙 女生要打電話給他 一定找不到 他常常都會說 我手機收訊不好 因為我人在外島釣魚 然後就傳一張外島釣魚的 這不知道幾百年前 去外島釣魚的就傳過去 所以每個女生都收到一模一樣 外島釣魚的照片 大家都一樣 而且是在約炮 這樣就算了 原來那個男生其實是 有老婆也有小孩 這個不行 所以這個 不看能發現嗎 不發現嗎 發現不了 再來是男生的確可以去告女生說 因為你看了我這個手機 這有妨礙秘密的問題 那女生當然也有可能會 因此會有一些行責 我這邊分享幾個渣男的案例 就是他可能會有很多假帳號 然後他假帳號就是 都專門for某一個女生 A女 V女 C女這樣子 他可能就會買同樣的禮物 給這些女生 然後他就在他的社交媒體上 就拍那個禮物的照片 比方說可能一個名牌的箱子 跟那個名牌的包的樣子 然後就說 我要送給我的Baby的 但是所有的女生 都收到一模一樣的這樣子的包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哇 是我男朋友送我的 在cue我 對 在cue我 就會覺得被安慰 是不是對 我有聽過反過來的例子 女生的例子 他就是說 他的女生同時跟四個 五個男生 然後就說我要這樣 這一個款式的包包 然後他甚至說 這四個男生全部都送他同一個 然後他把另外三個賣掉 然後每次出門都背這個 然後這四個男生都會覺得說 他背的就是他送他同一個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對 好聰明喔 我們都沒有想要用這一招 對 我們可以鑽一手 這三個泡泡的錢 真的